甚至還可以買一點錢 比如上機 可以賺到一些錢 應該不是一些錢 因為你的市場是全世界 你要想說 如果你的市場夠大的話 每個人只要給你一塊錢就好 就像那個App Store 蘋果iPhone上面的軟機 App 就有一個小朋友 他也設計一個軟機 他只要一塊錢的美金就好 一個晚上就一百萬回人次 當過他的軟機 一百萬次的話 他就一百萬美金了 所以這個數字加工起來就不得了 那台灣的市場太小了 所以你們的眼睛要放遠一點 因為現在都是威力的時代 都很少 你可以賺很少 但是呢 你如果把市場放大之後 商機就無窮 OK 那這是一個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大概講一下 我們後面的主要的題材 大概就是電子書 我後面要講的 相關的電子書的閱讀器介紹 哪些是閱讀器 然後 我這邊講的是主流 因為太多了 我這樣主流就好 另外呢 因此在下載欄裝 因為現在不會比如說 Adobe軟體 我們電腦就是沒有 所以呢 我要讓各位 擁有這個軟體 並且可以使用的話 需要有一點點 一些些的 這個 權衡的方式 因為網路上有一些 叫做可吸板 可以幫各位使用 那等一下會跟各位做介紹 另外像基本操作 整個建立電子書 輸出的格式 目前主要有那個像 PDF 或者像SWF 動畫的格式 比如說你要翻頁 PDF 沒有辦法翻頁 像SWF 它可以馬上做翻頁 你點了它之後 它就有一個翻頁的特料出來 那因為你的體驗 非常快速 東西丟上去之後 做一些設定之後 就可以 那最後呢 甚至是輸出 我剛剛講過 安全值是最高的 一個標準 電子書的格式 叫EPOP 這個呢 絕對要 要懂 而且要知道怎麼去輸出 因為將來你要上架的話 上到電子書的平台 我剛剛講的最大 就是那個iTune 就是Apple的 或者是亞馬遜 像是台灣也有 台灣中華電信也有 像什麼 哈米的 哈米 那遠傳電信也有 每一家電信公司都有 那它要的格式 就是這個 叫EPOP格式 那你要懂 那最後的話 電子書相關安全的機制 相關設定 OK 好 接下來 其實我每次上口 就做一件事 就是調查一下 各位的那個 相關的現場程度 一個線上問卷 一個原端的問卷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大家 時間可能不太允許啦 不過你們稍微把那個網址 稍微記一下 有空下 等一下下個有空的話呢 幫我連結到那個 第一個連結 那連結一直要記著那個 GOO.GL 斜線 然後 小寫 大家小寫 這邊 MAQ N大寫 2 點進去之後 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連結 這邊點進去看一下 線上的相關的連結 這個是我授課 上課都會問一些提問一些問題 了解一下 大家的一個 基本的程度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我上課 上完課之後 會有音音產生吧 如果你想要重聽的話 比如說有些地方 音底在內 軟體 你不熟悉你想重聽的話 最後呢 在最後一個問題裡面 有一個email信箱 這相關的 我是想了解各位的程度 最後有一個email信箱 email 有一個地方 輸入email信箱 那你這邊 如果填入email信箱的話 那我就會 在上完課之後 把 我們上課的 已經傳送到你們的email信箱去 這邊的話呢 等一下有時間 再做這個 這個動作 就是 叫 goo.gl goo.gl maqn2 那再來 第二